大家好,我是Den 今天我们来看一下 苏明、西恩、Aisa、蔡恩、Yoon、Chai Stacey六位成员的出道经历 学生时期,看到苏明招聘的一家经纪公司新人开发组 亲自到苏明的家乡普汉来见他 并在KTV进行了试镜 但是苏明当时不太想当歌手 之后从中学二年级开始 苏明在Player娱乐度过了三年的练习生生活 在这期间,他出演了后角的 《 마지막으로 안아도 될까?NB》和幕后花絮 以及《Bikton》的出道前真人秀 《 나와一国男人的 이야기》 《 미칠 nam》 2016年苏明也出演了 《庞探苏年兰》的《扑马广告》 而他在Player娱乐的时候 与Lokie Punch的所缘是同期联系生 之后苏明进入了 Black Eyed Pearson创办的经纪公司 还有娱乐 在这里度过两年的联系生生活后 成功以Stacey成员出道了 喜恩的父亲是韩国80年代最著名的唱跳歌手彭南俊 由于父亲是著名歌手 喜恩从小就出演了许多综艺节目 被大众所收治 作为童馨也出演了很多电视剧的喜恩 从2017年至2019年 在节外皮娱乐接受了培训 进行了演员活动 并在2018年SBS演技大省拿下了青少年演技奖 喜恩也曾出演过彭明大王 2019年因为节外皮娱乐整并旗下演员部门 经过双方协议决定解除合约 之后在2019年12月 喜恩进入了还有娱乐 在这里度过一年的联系生生活后 喜恩成功以Stacey的主唱出道了 在釜山出生的Aisa 小时候非常害羞 是一个总是躲在妈妈背后的孩子 尽管如此 因为Aisa有成为爱豆的梦想 所以还曾向数学补习班的老师展示过自己练习的舞蹈 之后在2018年3月左右 通过了还有娱乐的争选赛 正式成为练习生 据说在成为练习生的第一年 Aisa曾经经历了一段低潮气 困难重重到她几乎想要放弃并离开公司 但因为她非常喜欢一起练习的朋友们 特别是苏明她才决定回来 当时苏明不仅劝她留下 还持续与她保持联系 并给予支持 成为了她巨大的力量 之后在度过两年9个月的练习生生活后 Aisa成功以Stish的成员出道了 采恩小时候常常害羞也没有自信 所以在人们面前总是说想成为老师或者是公务员 但心里一直有着想要成为歌手的梦想 2015年采恩被童馨专门经纪公司发掘后 以童馨的身份进行了演技活动 采恩也曾是PlayM娱乐的练习生 还与女团weekly出道组成员们一起进行了短暂的练习 之后采恩通过了还有娱乐的试镜成为了练习生 在练习生时期 与采恩一起Cover了Redweb ID和Silky的Monster 之后在度过大约11个月的练习生生活后 采恩成功以Stish的成员出道了 云小学时期的梦想是成为歌手芭蕾舞者科学家 是一个梦想很多的孩子 有一天他看到朋友说想上舞蹈学院后 自己想要成为歌手的欲望突然又燃烧了起来 在得到母亲的允许后开始上了舞蹈学院 之后云参加了嗨舞娱乐的争选赛 试镜时唱的歌曲是Redweb的Chillor Chilling 在练习生时期 也有其他经纪公司提议他当演员 但他说比起演员更想要当歌手 所以都拒绝了 云虽然练习生时间不长 但他通过自己的不懈努力 最终以Stish的成员成功出道了 J小时候因为想成为爱豆歌手 所以和朋友们一起各自订好担当后 录制了棒糖酸奶的Botterfly上传到YouTube上 但是因为害羞几乎一上传就删除了 中学一年级的J在参加的JVP娱乐争选赛 以演技通过的试镜 之后同时接受了演技和歌唱培训 在JVP娱乐的期间 结合10年MX成员们一起度过了练习生生活 甚至于MX成员配使用了同一间宿舍 之后离开JVP娱乐的J在公司职员的推荐下 通过面试进入了海偶娱乐 而在面试时J唱了TWICE的Marie & Happy 和Aladdin OST Speechless 之后在一年多的练习生生活后 J成功以Stish的芒妹华丽出道了 最重要的 最重要的